最佳女主角 三十而已 童谣 恭喜童谣 你上台领奖 听委会的评语是 以纯粹清澈的表演状态 真挚的情感投射 打动人心 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揭晓 三十而已顾佳扮演者童谣获得 也验证了一句老话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回过头看看童谣的历程 真的太不容易了 是他对表演的热爱 孜孜不倦的坚持 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成功 童谣很小就很有艺术天赋 十一岁就到北京学习舞蹈 但是教他的老师 认为他学舞蹈有点可惜 他这么漂亮的人 当演员才好 在老师的建议下 童谣开始了自己的演员之路 回到云南 学习了几年文化课和专业课 在2002年 童谣再度回到北京 报考了北电和中系 两所学院 童谣去中系面试时 面试官直接看中了 童谣的长相 这肯定是以后的大明星啊 于是童谣成功被中系录取 还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 并且还跟唐烟 白白和成为同学 因为童谣长相 酷似张子怡 导致出道多年 一直都是小张子怡 进入中系后 童谣非常刻苦 在大一时就拍摄了 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 临海血缘 这可是羡煞旁人啊 一切的努力 都是为以后做铺垫 大家喜欢童谣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